这种委屈是出入职场的出击阶段的最主要的一个目标 那其他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我告诉你最没错的一件事肯定就是勤快 不惧小不惧这小事 说这都是小事凭什么我作为名牌大学生 我凭什么到这做这么琐碎的事 我怎么给人复印去啊 你怎么就不能复印呢 你看老板背不住自个还复印呢 对吧 所以手脚勤快一定没错 多干一点一定不吃亏 不是你的啊 你也可以干 是吧 你只要觉得顺手能做的事一定要做 很多细节一定要注意 一个人素质的高低不在于你对上面的人有多好 而在于你对你下面的人有多好 你不要到一个单位 你觉得啊 我是一个单位的职员 我来了以后这单位的有打索卫生的 有端插倒水的 这都是比我低等的人 我对他们的态度就 就很不以为然 这肯定是不行的 你千万不要忽略这些人 这些人他其实站在社会最底层 看到最上层的人 每一层的人都是不一样的 他知道谁好谁坏 你对一个人啊 如果能够平等的平心静气的对待他 你真的不知道后面是怎么回事 我们曾经有一次出行啊 这个出行呢 是明星云集 有公共公司负责招待啊 其中呢就有一明星啊 就那架子大啊 觉得呃 人家在背后说他的名字的时候 没有加上老师两个字 人家公共公司有很多人在做事啊 做事就说张三里四啊 没有说张老师 李老师 王老师 赵老师 那说的不是啰嗦吗 所以就说张三里四 王二麻子一通说 他一下听见了 叫他名字 说后面没有后缀 没有叫他老师 他不高兴 然后第二天下楼的时候呢 他就故意慢 看人家没有在门口给他拉门 然后他就拼命的跟公共公司的头 告这人的状 告完状以后呢 他还拿手机给人发信息告状 告完状以后 那边对方没反应 他还生气 还到处说去 说这公共公司什么公司 怎么不反应啊 就这么个人做这样的事 怎么怎么一通说 他认为这人就是公共公司一小职员 是吧 小职员做事 没把他当事 所以他就很生气 很生气 后来呢 有人告诉他 有人告诉他 说这个 你别招他 说这女孩啊 他爸是你那个金主 给你钱最多那单位的董事长 他一听 这俩就绿了 汗也下来了 师傅怎么没人早跟我说呀 你那意思 你要知道他爸爸是董事长 你对他态度就不一样了 你认为他就是一个小职员 那女孩是在国外啊 这个待了很多年 到国内到这个公共公司来实习的 他不知道 他就以为就是公共公司的一个小小工作人员 所以对人家态度极为恶劣 觉得人家没给他拉门了 都不高兴啊 当时我就想啊 如果你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态度啊 你不应他的社会地位低 你对他的态度就恶劣 你也就没后面的事 为什么呢 你知道每个明星后头很重要的是 得有一金主 这一个大单位每年给你多少钱 才能支撑你能够很优雅的活下去 你平白无故的就得罪一人 而这得罪人是捏你的一个人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所以我老说啊 对下人的态度 是你一个人的真正的素质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谈到市场啊 你看我们做了这种小型的机缸杯 这种官复机缸杯 这个机缸杯首先彩呢 运用的比比乾隆时期的彩呢 要更加鲜艳一些 更加容易取悦于现在的这个市场 那么诗歌呢 我们也不想做的那么复杂 就叫文武勇人性 一鸣天下白 基有武德就在这上面表现出来了 我们很希望通过这种机缸杯 来传递我们自己的文化 让你拥有文化的同时 拥有一个杯子的乐趣 反过来也可以说 就是你拥有这个杯子的乐趣 你同时就拥有了文化的一个乐趣